大家好,君子兰夹剑是我们在君子兰花期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君子兰一旦夹剑,这个花剑无法串出 那么开花质量不仅不高,而且对于蜘蛛后期的生长也是不利 那么我们想要君子兰不夹剑,让它的花剑能够称称往上串 那么教学的时候呢,大家就一定要做好这一针一剪的这个教学工作 什么这一针一剪呢,我们可以在这个君子兰它的甲铃镜开始凸起 也就是它这个时候要准备串剑的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,我们就要加大浇水量,水要适当的浇多一点 因为在一个水特别足的情况下呢,植株的这个花杆才能够称称的往上串 如果水不足,或者是你采用控水的方法呢 这个花剑就无法正常的长出,也就很容易出现夹剑 所以这个时候呢,浇水量呢,要适当的多一点 那么等到这个花剑呢,已经串出,大概呢,就是串到这么高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适当的减少这个浇水的量 这个时候呢,水就不用浇了那么多 按照之前,也就是原来正常的一个浇水的水量就可以了 这样呢,君子兰花剑呢,就不会继续的往上串高 而且呢,处于一个比较适合它生长的状态 这样呢,开花自然也就好看了 所以这就是给君子兰教学的时候 为了避免它出现夹剑,大家必须要牢记的这一针一减的一个教学方法了 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